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号抵达宾夕法尼亚的费城之后向记者透露 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9号的上午进行了一次通话 并且称他们两个人聊得非常好 由于以色列总统特朗普20号抵达宾 由于以色列正在考虑对伊朗最近的导弹袭击做出军事反应 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 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就此询问了他的想法 他则是回应指让内塔尼亚胡做他应当做必须做的 特朗普还称内塔尼亚胡向他描述了近期遭遇袭击的情况 并且表示他没事 稍早之前以色列的总理办公室就表示 以色列会考虑美国政府提出的问题 但是最终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做出决定 东西 本来不今后 victory 龚我每一次带击